今早的ET各股推介是深高速5400 揀選原因是中特股 即是中國特色股值體系的行程持續發酵 資金追逐低股值、高股息 並且擁有央國企背景的相關股份 華福證券指出交通運輸行業目前市漲率即PB1.5倍 屬於內地整體行業當中股值較低 深高速旗下經營廣深高速工路 有望受惠深圳市地區經濟復甦 今年第一季集團收入是19億元人民幣 按年增長7.4% 盈利4億4千萬元人民幣 按年增長7.1% 集團表示國外經濟活動恢復 收費工勞業務總體已恢復或超過疫情前水平 估值方面 深高速市漲率PB0.8倍低過行業平均 2023年預測息率達到9.1% 息率吸引 深高速股價昨天收報7.49元 升穿短期下降軌 和4月下巡高位7.48元 可以在7.4水平吸納 上網8.3元 跌穿100天線7.14元 就識而止 謝謝